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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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幹什麼 哪有臭 你自己聞啊 你聞過哪有臭 你自己聞聞看 看頭髮 那常常洗 油的要死 常常洗頭會掉頭髮啊 什麼時候會掉頭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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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洗頭會掉頭髮 整天都是要減肥 自己胖的這樣怎麼樣 胖的就是這樣子 我不會看人家的什麼下半身 什麼身材怎樣 男生你要怎麼看下半身啊 你是整天都只想要跟人家上床嗎 整天都會想怎麼會跟你在一起啊 跟人家上床會被壓死吧 男歡女愛 泡妞放電 然後我就打過去 才知道就是一個女生 是他的網友 你幹嘛打過去啊 而且你還沒事去跟人家吵架耶 你幹嘛跟人家吵架啊 當然 而且人家說什麼 我不知道他有女朋友耶 那你幹嘛不敢跟人家說 你有女朋友 為什麼不行 網路上大家都會騙人啊 你也跟你很多人 幫你的男生搞曖昧啊 勾手牽手抱手你都有耶 那是因為他那時候太超過 我才想要報復他啊 反正他對我也愛理不理的啊 沒有愛意在 那個眼神有愛意在交流嗎 喜不喜歡看眼神就知道啊 好 行中 好 有點猶豫了喔 紅窗好友激烈衝突 大偷 真的是大偷耶 我還抱起來啊 剛剛判斷了 你就喜歡抱起來整個的啊 我就抱著假的啊 你們就喜歡他吧 喜歡就喜歡 要不是他跟你在一起 我找不到他在一起啊 要不要動手了啊 所以你自己先跟別人搞曖昧的 你挑玻璃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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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玻璃間啊 挑玻璃間啊 你一定有跟他發生關係嗎 沒有啦 你有看到嗎 誰知道 誰都連累下面幹的是什麼啊 分手擂台 分手擂台誰都跑不了 難道人一生下來 就會被命運所掌控嗎 有人說命是與生俱來 也有人說運是後天可以改變 更有人說人定勝天 今天我們介紹兩位男女朋友 來到我們現場 到底她的命運又是如何呢 歡迎你收看我們分手擂台 馬上來介紹我們今天 三位評審團 第一位介紹是兩性作家 呂如中先生 大家好 我如中 好 第二位介紹是我們的 佩甄小姐 環哥好 大家好 好 第三位介紹是 變臉魔法 一起來歡迎秦惟 環哥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秦惟上次在我們節目當中裡面 跟我們的特別來賓 互相吵了起來 是 大家的感覺非常好 所以你是真情流露 而且後來那個男主角 還一直留我的電話說 你以後我如果做不對 你盡量打電話給我 罵我一頓好不好 因為沒人敢罵 對 很多人都很欠罵 好 今天的委託人到底是誰 一起來歡迎我們的 呂怡安小姐 好 來 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呂安 我現在18歲 然後今天我是要控告我 我的男朋友 就是她很髒啊 然後常常不洗澡不刷牙 不洗澡不刷牙 然後家裡啊 經濟狀況已經很不好 她又很愛賭 然後又跟人家借錢去買名牌 然後還跟之前女朋友搞曖昧 是 甚至還上床 我都已經快受不了了 好 所以請妳來控訴她一下 對 妳跟她的認識經過 能不能簡單也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就讀同一所學校啊 是 然後那時候我們學校有辦籃球比賽 她剛好是學體育的 那我就麻煩她叫我打球 後來我就對她有好感 就跟她要電話 是 對 然後我就追她 可是後來在一起之後才發現 就是她並不是那麼好 對 就是有很多的缺點 包括她還會跟別的女生 對 搞曖昧啊 還帶人家回家 回家 有親密關係嗎 有 她跟別的女生有親密關係 對 所以妳跟她交往這段時間 跟妳們有親密關係嗎 就是 三壘 二壘 好 佩生問妳 一壘 二壘 三壘 還是 對啊 到幾壘 三壘 而且都是插棒球 對 而且經常 經常都會慘壘 好 在這一段當中裡面 控訴的就是我們的男主角 男主角叫做 黃啟源 黃啟源 一起來歡迎黃啟源 來 好 黃啟源年紀也很輕 都是同學 好 說她又髒又 妳在幹什麼 妳自己放吻是嗎 妳哪裡吵 妳自己聞 聞過了 哪裡吵 妳自己聞聞看啊 妳自己那麼瘦才會人家聞 哪裡吵 那妳叫主持人聞看啊 這什麼東西 妳的內褲嗎 襪子 對啊 沒屁 是有一點臭 是真的 平常見面都這樣打招呼的嗎 是這樣打招呼的嗎 沒有啊 就 妳才在過分 妳比較過分吧 妳要臭襪子給人家聞耶 臭襪子 好 妳把襪子 麻煩妳收起來好不好 等一下妳也不用跟我握手 好 所以在這一段當中 裡面要控訴是 男朋友有髒的部分裡面 到底有多髒 妳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來 就是他在學校啊 平常就是每天一上學 他就把鞋子脫掉 然後 他是穿著拖鞋 在教室晃來晃去 然後人家都聞到那個 臭氣沖天啊 因為他本身學體育 又會常常流汗 學校裡面可以脫鞋子嗎 可以嗎 造理是不行的 對啊 可以啊 教官沒有說不行 你在教室都會造成大家的困擾 他服裝不整耶 沒有穿鞋子 老師不會 妳怎麼會知道 因為我們就在隔壁班而已啊 就是因為大家知道 我們是男朋友 他的窗位傳到隔壁去了 不是就是 因為我們都認識 兩班都會認識 所以妳們是同一個學校就對了 對 然後大家都會來跟我說他腳臭 然後我都覺得很丟臉啊 就不知道怎麼講他 而且他要 然後他要來跟我接吻什麼的 然後上面還有菜喳 耳心死了 你自己說 你一天只刷一次牙 你都不洗頭耶 我那不行 你一天不洗頭啊 你看你頭髮 那常常洗 常常洗頭會掉頭髮啊 你幹嘛常常會掉頭髮 什麼叫常常洗頭會掉頭髮 每天洗頭會掉頭髮啊 沒有這件事情 沒有這件事情 就是說會影響頭皮的健康 我們是有聽過 女生為了省錢兩三天洗一次是有啦 但是妳那個有菜喳 那是太誇張了 怎麼會有菜喳 妳有 妳就是跟他接我的時候 曾經有菜喳在牙齒上面 他還要求跟妳接我 然後他還要要求我啊 然後我就覺得他很髒 他就覺得我都計較很多 可是我就覺得很噁心啊 你這樣給女生的感覺又不好 那妳剛剛之前為什麼不講 現在來講 好 所以菜喳的部分裡面 餘中肯定不行嘛對不對 當然不行啊 當然不行嘛 基本的一個衛生習慣 好 衛生部分妳要控制一下 對啊 還有三天不洗頭來配身 三天不洗頭 洗頭真的會掉頭髮嗎 沒有 洗頭不一定真的會掉頭 洗頭一定會掉頭髮啦 但是不會掉很多 不會掉很多 是說 那個每個人的頭皮 是油性或乾性的不太不一定 對 不是有一個廣告說 不要相信這種傳說嗎 對 爬獅子的毛 而且他也常常就是練玩球 因為他每天都要練球啊 然後他就隔天 他才跑來這樣從後面抱我 然後就說 我最近沒洗澡 然後一副洋洋得意的樣子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你那麼噁心幹嘛要抱我 就會把他推開 然後他就會覺得很不爽 你自己還不是很噁心 妳衣服上都長蟲欸 我哪有噁心 妳在自己床上吃東西 衣服怎樣 衣服都怎麼會長蟲 怎麼可能呢 就是他帶 他都在他家床上吃東西啊 然後床就長蟲 然後衣服又堆在床上 然後又不折 真的嗎 衣服下次還要拿出來 而且有時候太累了 媽媽就收一收就丟到床上了 妳是養蟲還是長蟲 沒有 真的有長蟲啊 妳也承認這個姿勢啊 衣服長蟲很誇張耶 太噁了嘛 因為我哪一次嚇到 就打電話給我 我覺得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今天這一集 根本不用談了 妳們兩個根本就是很適合的一對嘛 對啊 一個長蟲一個太渣 是 這嫌什麼都是很適合啊 可是至少就是身體上的 什麼刷牙洗澡啊 我都會做到啊 妳就是一個 三天不洗頭耶 其他都可以 對不對 其他都保持非常乾淨 油性不頭皮啦 因為我是乾性的啊 房間裡面的衣服都長蟲了 所以妳也受不了就對了 對啊 超噁心好不好 整件衣服都臭了要死 妳自己嘴那種太大 妳自己也不洗澡 而且又不刷了啊 全身汗夠 你們兩個真的是絕配 一個就是泰哥一個就是違心 是不是絕配 對啊 人家說罵了就是泰哥沒有違心 就是你們這一對啊 整天都說要減肥 整天都說要減肥 自己胖這樣怎麼樣 你綠巨人浩克喔 胖的這個樣子啊 不會胖吧 人生攻擊 什麼叫綠巨人浩克 我覺得心力比較瘦耶 你太瘦了吧 他剛好耶 你稱他為綠巨人啦 那個是很壯很胖的耶 他很壯很胖啊 那你幾公斤 你幾公斤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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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說幾公分 16幾 167 完了幾公斤 60 60 妳有60喔 我覺得我喜歡吃 根本就沒什麼不對啊 你難道你認識我餓肚子嗎 是你說要減肥耶 你當時認識他的時候 他就是這麼胖啊 他當時臭的咧 40幾公斤而已好不好 一天吃幾碗飯 一餐 就是三次碗 三次碗 一餐啊 中餐耶 中餐都搶十幾個人的便當 一餐吃三次碗 哪有啊 十幾個人的便當耶 那是因為我便當都給你吃啊 最好是這樣啊 我便當都給你吃 我才要去夾別人的菜 一餐吃三次碗啊 一餐 胖的這樣會抱得動你啊 你現在抱不動 真的裝喔 你這種是個男生啊 可能這樣胖的女人 你都可以抱得動 對啊 對 他抱得動你嗎 抱得動嗎 抱得動啊 一定要抱得動啊 來 二話不說 先試再說 我就不證明 我就要證明說 你覺得抱得動他 來 你給他抱一下 沒有 這個 那很久沒有抱抱了喔 您說抱不動 剛剛我眼睛真的很大 一看 離地大概一公分 抱起來了 其拿素啊 他就會去抱別的女生吧 哪能讓我啊 那我現在173 我才55公斤 我哪抱得動他啊 所以你要吃胖一點是不是 我跟妳講多吃胖一點 要不然女朋友可以抱得動妳呢 好 你根本沒資格嫌我好不好 你自己那麼幼稚 怎麼樣幼稚 他喜歡在人家睡覺的時候 這樣把人家嚇醒啊 然後有一次 他還把水這樣整個滴到我耳朵裡面 害我這 就是直接打哭 因為我就是有喜歡 用水滴到耳朵裡面 對 他就把 沒有 他就把它倒進去 他就覺得很好玩 你在行球還是什麼 他覺得很好玩啊 為什麼要把水 他也很幼稚啊 他每次都跑過來咬我 你看這邊 咬啊 全部魚上都是他咬的耶 這個咬這裡嗎 這裡也有啊 我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給我發脾一下會這樣 你又不聽我講 你不是只有心情不好咬嗎 你以後就會咬吧 你喜歡吃排骨便當嗎 沒有 為什麼咬他 就是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會咬男朋友啊 你這個習慣真怪 還是真的餓了 沒有 就是 好玩的心情 因為他不會聽我講啊 所以我只能就是這樣表達 他其實不是要咬 他是希望咬自能拆開 可是不能做就是乾脆咬 所以咬是一種表現 對啊 這邊兩個 疑問剛剛一開始女主角說 只到三壘嘛 是不是因為體型不合 所以沒辦法做這件事情 好 秦瑋也問得很好 為什麼只到三壘的原因 在哪裡 到底什麼原因 他太胖啊 誰會想跟他弄那個啊 哪是啊 是你自己就是喜歡看別人的胸部 我就覺得你根本是個變態好不好 現在當然不敢 不敢馬上給你啊 你每次走在路上 就盯著人家胸部看 我都覺得你是為了肉體 才跟人家在一起了 你是嫌他胖所以不願意 堅持的部分 那你是覺得說 他常常看別人的女生 所以你暫時不想給他 他有一天不看你就給他了嗎 當然就是要看他長期怎麼樣啊 因為他在路上都是 直接盯著人家胸部看 然後還跟我說 我那女朋友 他還跟我說 那女兒胸部好大喔 然後我都覺得噁心 哪有男人直接盯著人家胸部看 男人都會這樣子嗎 姐 妳太傻了 那女生怎麼看你胸部 一定要看臉啊 以前阿比伯的臉 弄一個那個林靜玲的身材 你也不會喜歡啊 然後連老師的他都要看 我們一起去出題吧 老師都要看 然後我就打過去 才知道就是一個女生 是他的網友 妳幹嘛打過去啊 而且妳還沒事去跟人家吵架耶 妳根本跟人家吵架啊 當然 而且人家說什麼 我不知道他有女朋友耶 那妳幹嘛不敢跟人家說 妳有女朋友 為什麼不行 網路上大家都在騙人啊 妳也跟妳很多人班的男生搞曖昧啊 勾手牽手抱手妳都有耶 那是因為他那時候太超過 我才想要報復他啊 反正他對我也愛理不理的啊 沒有愛意在 那個眼神有愛意在交流嗎 喜不喜歡看眼神就知道啦 好 請說 有點猶豫了喔 妳在放眼了